不过无论如何,吕良伟的上海皇帝也算是荧幕的经典形象,那时候的吕良伟是真有大佬风范。意气风发雄心壮志,虽有原型做参考,但拍摄却也是走得野史路子,更注重娱乐化。这个剧本是真的很烂,而吕良伟是真的缺钱,大家也就一拍即合拍了这部烂片。 所以用情怀圈钱的目的很明显,近些年,香港的这些老艺人似乎在内地网络电影里,找到了发家致富的办法。先从陈浩明这些过气艺人开始,再到林子聪罗家英这些周星驰祖宗配角。最后就是吕良伟这些不经常活跃的老演员,到底猎马争风上海滩讲了个什么故事呢? 说实话,我看完也是一头雾水,我是真不知道这个舞女的作用是什么。因为角色定位太模糊,我怀疑是打擦边球用的,片中还有一个上海大亨女儿的角色。 这个演员演得太糟糕了,父亲死了没有悲伤的表情,每次出现都只是面无表情的念台词。 我觉得他是投资人安排的演员,演得真是太烂了,虽然吕良伟出场时间短,但他比所有人的演技都要好,关键是有大佬气质。 可惜,为了五斗米不得不拍这么一部烂片。就比如说陈浩明,他没有演技吗?如果碰上好的剧本,我就不相信他演不好。 只是,他需要养家糊口,网络烂片拍多了,也就没人找他拍好片子了。 这是盲目圈钱带来的必然后果,猎马争锋上海滩很烂,从故事到演员都很烂,明显就是想要蹭吕良伟的热度,可惜,曾经的上海皇帝已是明日黄花。 但即便这样,那两个整容脸的演员还是配不上吕良伟,演技这块更烂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